2018年去西藏必打卡的八个景点 我们去西藏吧 一起打卡这八处景点 西藏 地球的第三集 一生必去的地方 但是西藏那么大 美景那么多 我们应该去哪呢 下面卓马给大家整理了 西藏必打卡的八个景点 2018 如果你要去西藏旅游 千万不要错过哦 1.珠峰大本营 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 是我们一般人能够离珠峰最近的距离了 这里还有世界上最高海拔的邮局 是去西藏旅游必打卡的地方 2.布达拉宫 布达拉宫是一座宫宝式的建筑群 最初是吐蕃王朝 赞普松赞干部 为迎娶尸尊公主和文成公主而兴建 是拉萨乃至西藏最重要的象征 3.港人波奇 港人波奇奉位于西藏阿里地区 其港藏于意为神灵之山 是西藏地位最高的佛教圣地 也是世界公认的神山 在风鸾起伏的群山之中 独具雄资 具有神福银空之感 4.纳木措 纳木措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咸水湖 西藏最大的湖泊 朝圣者西墓中的圣地 迈入圣湖之中 任意角度望去都仿若先进 5.杨桌庸措 杨桌庸措是西藏三大生活之一 湖水碧波如尽 湖冰水草丰美 是一个丰饶的高原牧场 当地藏族人民 又名歌赞美杨桌庸措 天上的仙境 人间的杨桌 6.大昭寺 大昭寺大概已经有 1300多年的历史 在藏传佛教中 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寺前终日香火缭绕 信徒们虔诚地叩拜 在门前的青石地板上 留下了等身长头的 深深硬痕 7.雅鲁藏布江大峡谷 雅鲁藏布江大峡谷 是青藏高原 最具神秘色彩的地区 因其独特的大地构造位置 被科学家看作 打开地球历史之门的锁孔 可以用十个字来概括 高 壮 深 润 幽 长 显 低 奇 秀 8.灵芝 灵芝被称为西藏的香能 天然的养疤 担心进藏会有高反的 可以考虑先到灵芝 来适应高原气候 再到拉萨吧 西藏 一个来了就无法忘却的地方 你准备好出发了吗 扎西德勒 我是卓马 我们是专业做香港 澳门及海外华侨人士 到西藏旅游的旅行社 如果你想去西藏旅游的话 欢迎联系卓马 卓马的微信号是 T-Bite2030 请订阅